歡迎大家繼續收看Ancient Aliens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27張地圖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s 這關個人覺得難度也並不是很高 所以說就沒有做practice run 一開始直接上來就開導 你看這個地方用機關槍是比較好的選擇 一個是他給了機關槍子彈很多 另外一個都是小型的敵人 機關槍會有更好的效果 這關呢因為這個場景原因呢肯定會打卡一下 只要你不毒盤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但是如果毒盤的話呢都會嚴重的卡一次 然後呢先來左邊這個地方可以把一些小鬼給清理掉 其實總體來說呢不清也沒什麼 遠處這些小鬼呢現在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要不你就用火箭來打 覺得實在是太麻煩所以說應該是不會管 好的 我的胖子幹掉了 這一關簡單呢是有比較多的原因的 一個是本來確實那個怪物的安放呢就並不是很難 另外一個呢就是給的資源非常的多 所以說我們不太需要去擔心這個資源上的問題 拿錯了這個火箭翻新呢也不能說沒有東西守的 但是基本上屬於是沒有東西守的 用火箭吧 用火箭吧 剛才浪費了一箱火箭 這一關呢這個 叫做什麼來的電池給了非常的多 所以說應該是可以電池過關的了 那就是紅門 然後這個紅門的意義並不大 我個人覺得 好了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下來之後呢 會傳動進來比較多的中型敵人 火箭是一個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處理辦法了 而且他給了這麼多 不用就浪費了是吧 這個掉到下面之後呢應該是從這裡走的 我這個 我從來沒考慮過這個掉坑的事情 所以一下子很亂嘛 一開始這個地方是沒有的 一定要從中間這裡走 這裡這麼多敵人 既然說這一關電池給的多 那就用一下好了 不用白不用是吧 剩下的小鬼那點掉 進口那還不要掉坑 這裡呢 最好把所有小鬼都弄掉了之後再上去 不然的話呢等一下會傳動進來一個火人呢 是比較包搞的 轉到火箭發射器 對 還沒死 啊死了 OK 還有一個番茄 要是不掉那個坑的話呢 我的血量 保有的還是比較多的 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的火箭 我們到時候回來再拿 因為第一個秘密地點呢 就在那個地方 唉錯了 這裡呢 往前面打火箭 爭取呢把那火人給幹掉 OK死了 死了之後呢 我們就往前衝 這個飛碟的作用呢 純粹就是一個 唉我把那堆東西給忘了 這個飛碟純粹就是一個傳動裝置 我們可以拿到紅鑰匙 那 拿到紅鑰匙之後呢 我們來左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就有點像一個祭壇一樣的 我們要把所有的鑰匙都放進去 所以為什麼叫水晶骷髏是吧 所以 就是這些骷髏每一次他都會 唉你哪裡來的 這些骷髏每一次放上去之後呢 他都會放到那個祭壇上面 好了 這次該成做這個傳動器了 這個飛碟呢 是一個連結點的飛碟 他會連結很多的地方 這個門呢等一下才能打開 現在還不能打開 首先呢我們先拿到這個超級現代槍 但這個是一個陷阱 我們先照一下把現代槍手幹掉 之後 一般情況下呢我是喜歡選取這一邊 等一下他降下來之後呢 我就馬上從這邊撤離就對了 可以使用狂暴包 但是我覺得好像並不是很安全 就是 點了 狂暴包我還是留 留下來當血用吧 好了貼左牆走 那我們來到這邊 這個飛碟傳送出來之後呢 是來到這個靈魂球所在的位置 我想先等一等這個靈魂球先不拿 繼續貼左牆走 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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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沒死太假了 這個門的傳送呢 這個門的傳送呢 來到 這一邊 這邊呢可以拿到電槍槍 完了之後呢 趕緊準備好火箭 趕緊準備好火箭 這個地方呢 敵人數量比較重多 一定要小心 去 去 這是我 這是的好 這個東西移動速度有點快 打起來還是有點煩人呢 好 應該差不多了 那邊的電郊男的數量還是比較多的 所以通常兩發火箭都搞不定的 要三發 現在這個地方把這些敵人都幹掉了 基本上這一關呢可以慢慢的推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說這關沒什麼太大的難度 當然難點還是有 只是並不多 那這邊全部完成之後呢 我是會拿到這個綠盔甲 並且把這個靈魂球拿了 因為接下來這個地方確實有一點點小危險 有BFG的話可以準備好BFG 發動這個之後呢 這兩邊會打開降下來兩個亡靈加一個火人 各一組 我的做法是跑到後面直接把一個火人滅了 這是這個火人比較聽話 一下子就衝出來了 所以沒什麼壓力就把它給做掉了 電池先留著吧 這個門呢是打不開的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放 哦不對 這神經病為什麼說這樣的話 進來之後呢 去 進江南了 實際上呢回到了那個 這個飛碟裡面還記得吧 我們是從這個出去的 從那邊進來 對這剛才剛才那個方向完了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會被打開 過來這個地方之後呢 這裡看到有一個藍鑰匙門 這藍鑰匙門呢 等一下我們拿到藍鑰匙之後才能打開 先來這個地方 拿到藍鑰匙 然後這個地方火箭 掉下來了 我重新走一走吧 因為剛才弄錯了 因為剛才弄錯了 就是這個地方 非常方便 我死了 就是一開始這個高台了 那我們從這裡 傳送回來 可以走這個藍門 傳送這個傳送器 這個地方呢是 比較危險的一個地方 我上來 這些亡靈呢 是不會被槍聲觸發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 慢慢的一組一組的來搞 好了幹掉 然後這邊 最好呢是把遠處的機槍 首先幹掉 注意就是完了之後呢 他還會傳送進來一個電疆男 這些亡靈呢 最好不要一次性把他們全部觸發了 因為這個地方啊 這個光橋的這個區域 你不是很好躲那個亡靈的火箭 導彈 所以說 分情況下我都是慢慢來 他們給忘了 這邊過來呢有一個傳送器 這個傳送器 比較搞笑哈 進來之後 回家做的事 等那個地獄其實把那個引爆了之後 我們趕緊往後撤 不是觸發了什麼東西嗎 我忘了 這東西會吃掉那個亡靈的導彈 很比較搞笑的 怎麼感覺有一個 哦哦是這個 我以為是有一個手 電疆男呢 這個藍門呢是最後才打開的 如果能處理掉這些電疆男的話 其實還是有好處 那走這個地獄騎士這邊 我去他居然沒死 我見鬼 這傳送器呢會讓我們來到這個 鴻門的這邊 然後這跳下來 這是一個秘密地點 不過 我覺得等一下我還是要回來這個秘密地點 因為那下面有一箱大電池 最後的鑰匙呢 我感覺 我感覺我這些路沒有計畫好 重複走了很多冤枉路 這個地方 準備好電槍槍 上來之後 這裡呢 再次準備好電槍槍 發動這個按鈕之後呢下來 趕緊找地方跑 因為接下來會傳送進來很多的這個 這個 感覺這 這BFG用的真是糟糕啊 幾乎就沒打死什麼 最終完成了之後呢我們通過這個地獄騎士那邊的那個傳送機走 我就不應該我就不應該先來這個地方是不是 找個半天就浪費時間 我要跳下來 來 那我們最後的一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發動這個 我是不是發動漏了 果然 去 不要這樣玩太危險 去 不要這樣玩太危險 好 這是出口 那在出口之前呢我們就 把東西剪剪就 可以了 還有一個靈魂球沒有用 你看這個我就說他資源給的多少多少 先來這個秘密地點這裡拿到這箱大電池 我估計 我估計限彈槍子彈還有激光槍子彈是買不了了 因為他這一關確實沒有給多少限彈槍和激光槍子彈 是我花的太多了 先去這邊這些地方看看吧 中間這個地方還有嗎 那就剩一個狂寶寶了 順手也拿了 電池的話 確實 應該還剩很多 其實這邊 這邊還有大電池包呢 果然我是其他槍的只能用的太多了 好了沒了 就這樣 其實下一關 我猜可能這個電池不一定 不是電池 這個子彈可能不一定有太大的影響 回去一開始過來那個地方就可以了 不用麻煩了 然後重新 來到這後面 在哪兒 迷路 居然迷路了 不知道 就是之前說沒有找到那個秘密地點 現在想想那個靈魂球完全可以當時就拿了 現在礦子也沒有用是不是 火箭呢不用擔心 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的火箭 怎麼做錯了 在這個傳統機的後面 迷路地點 如果這個傳統機我們就 被跳下來 順便拿到這裡的這些火箭 火箭也滿了 把小槍子彈不滿 把小槍子彈不滿 啊 問題不大了 問題不大 這裡要怎麼離開來著 記得 這些飛碟裡面 居然沒有沒有子彈 一個子彈都沒有 好過關 也就是收集子彈的時間比較長罷了 居然花了這麼長時間 這一關呢我覺得挺有想法的 就是一個祭壇金師 然後你把那些骷髏一個一個 奉上去之後呢 就能開門了 每一個地方的連結點呢 基本上是由那些飛碟來連接 然後就是這樣了 我只是覺得這一關的難度呢 是比較低的 因為有大盔甲小盔甲 好像也有兩副 然後靈魂球也有兩三個 然後電池也給的非常的多 當然你可能說 有些地方沒有BFG 還是比較難搞的 我用BFG 我覺得那些地方 其實完全可以用 顛漿槍來代替 沒必要 一定要用BFG 所以 總體來說 我覺得這27關還是送的 但是剩下呢 剩下兩關呢 就不是開玩笑的 首先下一關是 Vaulting Arena 是由Joshy做的 果然是Speed of Doom要來了 那一看這個 各種東西 殺敵樹什麼 這殺敵樹看不到現在 一看這個開場畫面 你就知道 是多麼可怕的一張地圖 好 那麼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想再見 謝謝大家 再見